作為一個年輕人 你認同安菲樂業或者有一個單位很重要 而你又覺得你經濟上可以定得住 我覺得算不會賣 香港影視圈經常被指青黃不摺 不過近年亦有不少新演員冒起 吳兆軒就是其中一個 出道不久已經主演多部電影 今次更在電視劇當中飾演地產經紀 他對買樓置業又有甚麼想法呢 我暫時都沒有自業的打算 是 因為我覺得尤其是我們這行 有時三間鋪五間鋪 如果我真的有一塊錢 我要扔下去 然後還要每個月好穩定這麼高 其實都是一個挺大的壓力 還有對我來說 我想那個樓市的泡沫是一種恐懼 狐飛不打算買樓就是窮 這裡也跟我似的 我猜 他覺得現在 其實比例實在相差太遠了 我們生活可以賺到的錢 和我們要放在住屋裡的錢 那個比例太誇張了 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很難買樓 是真的 雖然吳兆軒沒有打算置業 但同樣作為年輕一代 他認為買樓最重要視乎個人意願 不要人運亦運 如果你作為一個年輕人 你認同安居樂業 或者是有一個單位很重要 而你又自己覺得 你經濟上可以定得住的 我覺得盡量買 我覺得不要因為人家說樓盧 或者是 這個社會現在越來越 覺得不應該買樓而不買 當你真的想去做這件事 你便去做 只不過對我來說 我不想有金錢物質的負擔 尤其是作為一個演員 如果我沒有那麼多這些壓力的時候 可能有些時候 我更加可以做到一些我想做的事 當你整個人都要為金錢奮鬥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選擇的路 在年輕的時候會少了 香港樓價高企 年輕一代難上車 轉角海外物業 又會不會是好選擇 如果真的有錢我會想 譬如台灣或者日本 我之前都有朋友跟我選戒過 但我想可能我最後都會選台灣 因為我在那裏有多些朋友 還有有一些真的一起拍過的戰友 好像相對穩陣一點 還有有甚麼事起上來 有人幫到忙 還有他們可以說到很多 我作為一個外地人我不知道的事 香港串金尺土 就算想租樓都不容易 為了解決居住的問題 不少人只好過居於劏房 那我就住在脫門 回去很遠 我久不久都會繼續睡 但他就好一點 好過劇裡面 因為劇裡面 每一個單位每一個人的廁所都是一張床隔 所以其實環境很惡劣 而且他不斷爆死他 幸好一點 我朋友仔那時候 如果問我 我一定要有自己獨立的廁所 就算住劏房 我應該接受不到一個共享的廁所 我覺得劏房對年輕人來說 其實我覺得不同性格的人 去應對劏房這件事都會有不同的反應 有些朋友仔我聽過會覺得 空間這麼壓迫這麼小 覺得他的程序發展不到會很辛苦 但是我又覺得 以一般人的經濟能力來說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他不用放太多太多八成的人工 進去租一層樓 而這是唯一的方法 可以讓他走出來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可能都是他們一個夢想的天地 雖然有點可悲